大家好,我是孙文博,来自清华大学育权院推纳科。 如今的社会压力是越来越大了,工作的压力,房贷,车贷,上有老,下有小。 精神压力大了,人就特别容易激动,甚至有些人的压力大了,会将这些压力直接转移到肠道上,让我们的肠道也变得非常容易激动。 三十多岁的王先生就是这样一名患者,王先生从事货车驾驶工作多年,去年在老家刚买了新房,一家人十分高兴,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。 但随之而来的是要还几十年的房贷,还有需要准备新房装修的钱,于是他决定加倍努力的工作。 三餐经常是随便的应付一下,吃一些方便面啊,压缩饼干啊,面包这一类的方便食品。 就餐的时间也非常的不固定,渐渐的他发现自己动不动就要去厕所,开车在路上的时候精神需要高度的集中,在这个时候想去厕所就全靠忍耐,而一旦休息下来便意就完全不受控制。 一天经常要上七八趟的厕所,有时候一紧张,便一说来就来,一刻都等不了。 自己去医院做了肠镜的检查,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 兜兜转转,连检查待治疗,近半年的时间,他一直被这个顽疾所折磨。 那么这个肠子容易激动,到底是因为什么呢? 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今天的做客专家,他就是来自北京中药大学东志门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李志宏主任,我们掌声有请。 李志宏主任医师,北京中医药大学东志门医院消化科。 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第三届委员会委员,北京中西医药大学东志门医院消化科。 一结合学会消化内境学专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,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中医临床版编辈。 李主任您好,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,欢迎您。 谢谢,谢谢。 刚刚文博讲的这个情况,我觉得真的是很折磨人,而且还容易引发很多的尴尬。 你说这一言不合就去厕所,那这种情况到底是什么病症引起的呢? 一般我们判断的话,它比较倾向于肠意激综合症。 是容易激动的意思吗?有情绪? 没错呀,肠道是第二大脑啊。 肠子是我们的第二大脑,这个太有意思了,为什么这么讲呢? 您觉得肠子不会激动吗? 它激动的就传于肌了,给脑肠中,还是脑肠中的概念。 肠子它有情绪? 对呀,你犯情绪,肠子也会犯情绪的。 它受了一些因素的影响了以后,它会兴奋的,会激动的,它会产生这种运动。 我们正常肠道运动是有规律的。 它一激动的时候,有的地儿激动,有的地儿就不激动了,就会紊乱。 紊乱就会疼,一疼就像排便,这叫肠意激综合症。